這個conv,這個函數其實非常非常重要 以後如果你要算某一個數字,其實不見得只是算數字 就是說如果你假設要算哪些資料在某個其他地方有沒有出現的話 那其實用conv用的機會還蠻大 或者是說你要比對兩個範圍資料有沒有一樣的地方 或者不一樣,其實主要是要找不一樣的地方 可能有新的版本、舊的版本 那你要找出兩個版本哪些地方不一樣 其實也可以用conv,conv其實使用的蠻普遍的 那如果假設你不會用conv的話,那變成你要用眼睛去看 實際上很浪費時間 所以上個禮拜的重點再回顧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先把這個101年的範圍 那範圍基本上開獎號碼6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所以總共有99期的 所以你可以先把這個範圍先定義一個名稱 定義一個名稱的話,記得先把範圍選起來 可以先選第一個按序格鍵選最後一個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 我上個禮拜是用那個選這個 這個D2到J2 然後control去的向下 這樣也可以 那選到之後的話呢,把這個名稱改成叫什麼 開獎 開獎101 那一樣的方式的話呢,把那個開獎101跟開獎102 所以開獎101這個名稱可以複製一下 然後呢 這個範圍OK之後的話,再把這個範圍 這個是10.020,control去的向下 那一樣可以把這個範圍 一樣可以 把它加上第二個名稱 記得名稱不要選錯 如果你選錯的話,你可以到公司的名稱管理員裡面 去把它稍微看一下 名稱對不對 這個名稱對應到這個範圍 那這個名稱對應到這個範圍 我要記得它有不同的工作表 工作表名稱的話呢 就是在金探號前面 後面就是它的範圍 那將來如果你要使用公式的話 你就直接插入函數的時候 像這邊是要查1號 所以你就是直接使用那個統計類的函數 Count if Range按F3 它會開獎101 然後你就是直接找1號 它就做出來了 那你把它向下填滿 全部算完了 現在滿快的 算1號幾次 那當然呢 如果要算機率的話 最後再除以什麼 後面再除以 那個 開獎101裡面的號碼數量 所以你可以把Count if改成Count Count的話就算什麼 算這個範圍裡面到底有幾個號碼 所以算出來好像是693 那你可以把它一除 得到一個機率 那我格式希望把它換成像 1萬為分母的話 那上禮拜講過你可以 再按滑鼠右鍵 設定它的儲存格式 改成分數 有沒有 那我們可以用100來改 100的話呢 100為分母改成制定 那這邊補兩個0 這樣就OK了 把它向下填滿 OK了 那如果102年的話 其實怎麼做 很簡單嘛 你就拿這個公式來改比較快 把它複製一下取消 然後把它貼過來之後的話 這邊把它改成 102年 因為名稱的話只差一個字 所以你只要把名稱 變更一下 有沒有 然後這樣打勾 向下填滿 這樣喔 不過向下填滿之前 這個格式要 複製過來的話 比較快啦 那你說你要再做一次 也蠻花 時間 所以最快的方法就是 先選這個的格式 點一下 那個刷子有沒有 刷子是複製格式 然後再刷它這邊一下 它就會 把它 做成一樣的樣子 格式就會 把它套用過來了 這樣最快 向下填滿 然後再把它 兩年的格式 加一個等號 等於什麼 這一年的機率 加上這一年的機率 那打個勾 合計就出來了 那排名的話呢 就是算 這機率到底誰最高 排名的話 就插入函數 用那個 RANK.EU 這個RANK.EU 排名非常好用 以後如果你要排 比如說學生的名次的話 或者排 哪些成績 那當然成績有 由大到小 或由小到 那當然這個地方 應該是由大 有沒有 它的合計 一定要大 才是第一名 所以如果假設你是由大到小的話 那記得 這個ODER就空白 如果剛好顛倒的話呢 這邊改成1就可以了 因為其他任何數值 非0數值 一般就1 1的話 就 递增 那我們要递減 所以呢 它的成績 在這個範圍 哪個範圍 就是D2到向下 所以 D2點一下 CANTLE就是向下 那記得 最後一定要 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D2的2前面加一個錢的符號 在43的地方加一個錢的符號 如果你沒加的話 你向下填滿 好像上禮拜同學做錯 忘了加這個錢的符號 那他不加的話會有什麼差別 就是你向下填滿的時候 他會下一個 他就變成D3 跟D44 因為他數字會加1 變成每一個都加1 那當然 範圍本來就是D2到D43 這個固定範圍 他就不對了 所以做出來的排名 也不正確 OK 所以上個禮拜 最後好像就是講到這邊 所以 總共幾個公式 第一個 COVE 定義名稱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你會發現 其實如果你會 用對的方法 其實在做Excel的這個統計分析 真的是一件很愉快的經驗 為什麼一下就OK了 那後面當然呢 我們好像最後還有講到一個就是 幫我把那個什麼 號碼 就是如果加排名 因為我當然 你 樂透財 假設要 去 簽 簽註的話 一定是找那個機率最高的 不會找那個機率最低的 OK 所以機率最高的到底前七名到底有哪幾個號碼 那以前的做法是直接眼睛看 漆然後把它塗顏色 有沒有 然後呢 再來往下 不過這個真的很笨的方法 千萬注意啦 以後千萬不要用人工的方式來慢慢做 為什麼 第一個 很傷眼睛吧 這樣看 每天光看這些東西 你眼睛一定會 會有一些 傷害的 因為現在好像很多人 尤其 那個什麼眼 什麼黃斑部病變 什麼視網膜玻璃 以前都是年紀很大的人才會有這種症狀 現在年輕的人也有 我發現最近有很多報導 年輕人怎麼開始有眼睛 出現問題的狀況 所以年輕化這個 所以建議 一定 如果你要讓你的眼睛能夠用很久的話 盡量 也就是 不要一直 一直看 一直看 也就不要把你的眼睛當成是 怎麼講 機械化的動作 最好是能夠動腦 然後去思考 眼睛可以看別的地方 這樣的話 至少你眼睛比較不會受傷 所以如果假設要 讓他自動去幫你判斷的話 還記得吧 我們用了一個功能 這個是 蠻好的功能 只是說他的設定 非常的 有點難度 那這邊的話是用到一個叫什麼 設定格式化條件的功能 裡面只要給他一個規則 那特別注意 他這邊的 他這邊的邏輯是這樣的 其實這個規則不好用 但是如果你知道他的規則的話 以後你就 比較能夠知道說 該怎麼做 那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既然是要設定格式化 所以你第一個是要先 告訴他說 你要找的範圍 OK 所謂的找的範圍 應該是你要格式化的範圍先 你要格式化的地方是號碼 所以第一個 請你把你要格式化的範圍 就是這一個 游標放A2 Ctrl Shift向下 先把它選起來 OK 那選起來總共選了42個號碼 42個儲存格 接下來的話 我們再到 設定格式化條件 新增的規則 規則再把它寫到這邊 也就是他的規則如果發生的時候 要做什麼格式 他就會幫你做了 所以第一個先選你要格式的範圍 第二個的話 給他一個規則 那這個規則的話記得 就上面這幾個都不能用 只能用這一個 因為這個 上面幾個好像都沒辦法符合我們要的功能 所以只能用最後一個 使用公式來決定要格式 格式的時候 我上禮拜講過 這是難度比較高的 你這個 必須要寫個公式 這個公式的話 它的邏輯下 規則是 當 當的話就是等於 當 什麼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 所以你就 輸入這個 排名嘛 所以排名是12 那可是你說 那排名這麼多 那我應該指哪一個 跟各位講 排名第一個 因為總共42個 所以等於意思就是說 我選了42個儲存格 那請你幫我比對也是42個儲存格 那哪一個開始 從12開始就對了 那12的這個條件要怎麼樣呢 當他是小於 等於7的時候 OK所以特別注意喔 不過這個地方比較不好記就是說 前面已經有個等號了 裡面有個等號 跟各位講了 前面這個等號 意思是怎麼樣 就是一個條件 我把它記成當 這個條件發生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條件喔 所以呢 前面這個等於應該是把結果傳回去的意思啦 然後 後面這個等於是比較 當 12 這個儲存格 它是小於等於7的這個條件發生的時候 那要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把底色變成 黃色 所以底色是底下格式啦 所以這個是一個條件 底下是一個規則 什麼規則呢 格式按一下 幫我把底色 底色就填滿 填滿成黃色 這樣再按確定 這樣就OK了 所以喔 如果你假設有掌握這個要訣 我覺得這個 設定格式的話條件的 功能 其實相當好用 它等同就是跟你寫程式的道理差不多 但是它不用寫程式 只是說你要記規則啦 所以OK 所以特別注意 第1個是把你要格式的範圍選起來 選42個 這是Step1 Step2的話呢 就是設定格式的話條件裡面找這個 這個 使用 公式來決定 第3個的話呢 就是給它一個 條件 第4個的話呢 增加一個格式 好了 這樣應該OK了 OK之後的話 然後理論上應該就會按照我剛剛想的 如果條件是 小於等於7的 就會把它的 除塵格底色變成黃色 試一下 如果OK的話 理論一次就完成了 看一下 有沒有 小於等於7 對 這個也有小於等於7 對 所以啦 等於是 小於等於7 7個名次的顏色會變變動 OK 那當然呢 如果將來你要把這個格式拿掉的話 理論上你想說 這個是不是甜顏色 想說是不是把它拿掉就變成無填滿 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把12號的顏色拿掉 無填滿 奇怪 無填滿它怎麼還填滿 如果你要把格式拿掉 你不能直接從這邊拿掉 你要記得從哪邊拿掉 從這邊 管理規則 如果你要把它拿掉的話 記得是從這邊 刪除規則就可以了 有沒有 它才拿得掉 所以如果你要加的話呢 是從哪裡 從新增規則 如果你要清除的話 可以清除規則 也可以管理規則 我的習慣是到管理規則裡面把這個拿掉 刪除掉 這樣呢 它的那個底色呢 就會不見了啦 OK 所以這個是上個禮拜的重點啦 所以 簡單跟大家 複習一下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就要來延伸 可能就要開始寫一點程式了喔 所以待會的話 我們要 增加 總共有幾個按鈕 總共我看一下 這邊我 其實你們也可以到雲端上面看一下 雲端白板上面喔 第四個單元 也有那個樂透彩的參考的講義啦 在這邊 有沒有樂透彩程式嘛 然後呢我們 上個禮拜的 公式在這邊 有沒有還有相關畫面啦 所以這些都有喔 那今天的話就是要做下面的這個 總共有幾個按鈕 123456個按鈕 把這個6個按鈕做出來喔 達到我們要的這個效果 那這個按第一個 清楚的話是把這四個欄位裡面的資料清空 按下樂透彩就是再把剛剛的公式再輸出 有沒有 讓它自動化 以後的話你不用重做了 那格式化其實就是做剛剛設定格式化條件的那些動作 但是我們是寫程式 那這個前七名是把 乾脆直接把那個 中 排名是前七名的直接幫我把它 複製 到 我 一個欄位裡面 這樣的話更清楚 總共所以你會發現得到的 號碼就這些啦 OK 那至於要 怎麼做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 請可以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這個重點稍微複習一下 那待會我們延伸 就是要再來寫一些 這個所謂的VBA的程式 難度會比較高 但是 基本上很好用 以後工作的話 你只要 把 程式寫完 以後按個按鈕事情就解決了 所以如果你假設 你希望你 其實你們上這個課 可能你們現在用不太到 但是你的父母親 如果假設 有在這個 這個工作 其實他應該會用到 如果尤其是在辦公室 如果假設你有父母親 在使用這個軟體的話 你或許可以跟他分享 他應該會覺得還蠻受用的 給你試試看好了 那 我們待會再來看 有關那個 樂透仔的這個按鈕的製作 好